新版PS5来了 有什么变化 买新还是买旧 等等党们真的胜利了吗 这个视频带大家解读一下 新版PS5将于11月在美国发售 国行估计得明年了 日版会早一点 应该能赶上圣诞节 这次新版的PS5不是性能更强的Pro 而是瘦身版的Slim 相比PS5初代体积减少了30% 重量减少20%左右 从以前的前后两块面板变成了四块面板 但是从图片对比上看 新老版本区别不是很明显 那么关于这个外观 你们更喜欢新版还是老版呢 PS5已经发布三年了 这三年的进步 新版PS5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是在确保性能不变的前提下 降低了功耗 体积变小 散热模具变小变轻 按正常说成本和售价也应该降个20% 但是没有 那就是利润增长了20% 但是从长远看 索尼是给PS5未来的降价 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因为微软那边也会发布新的机型 应该就是最近的事 其实我想买个新版的数字版 因为新版的数字版没有光区 个头体积会更小一点 新版的数字版可以单独购买光区 这个光区80美元 比一个PS5游戏贵了10美元 但是PS5新版的数字版比老款的数字版 售价贵了50美元 而且老款PS5的数字版是不能用新款的光区组件的 新版和老版还有什么区别呢 新版PS5默认带了一个横置的支架 数字的支架是要单独买的30美元 之前老版的PS5支架既可以横着放又可以竖着放 还有新版PS5的固态硬盘 从之前的820个G升级到了一个T 其实这个升级了胜于无 能多装一个使命召唤而已 扩展固态硬盘该买还是得买 另外还有一个变化 那就是前面版的USB接口 从以前的一个A口一个C口变成了两个C口 但是速度还是一个10G一个480兆 速度没变只是接口的外形变了 我估计随机标配的那个手柄数据线充电线 应该是双C口的 还有就是有线网卡还是千兆 无线网卡还是WiFi6的AX 最后说说怎么选 PS5老款的国行日版港版 现在开始清库存了 卖一台少一台 个头虽然大一点 但是它散热好 而且经历了两次小迭代升级 皮势耐造 而且目前的价格比较有优势 关键是现货不用等 新款的PS5国行估计得明年才能上市 希望春节能买到 另外还希望外版的新款PS5不会加加太多 早日回归正常价格 至于外版的新款PS5什么时候能回归正常价格 那得看国行什么时候出手了 我知道有一部分等等党是在等PS5 Pro 也有一部分在等Slim 其实更多的人是在等Slim降价 如果你能等个一年半来的 等国行PS5 Slim版供货充足了 那些着急的同学都买完了 价格一定还会再降 最后还剩一句话了 我的建议 真心喜欢PS5的同学 该买尽快买吧 三年都等了 可以了 你对得起它了 别太为难自己 你对得起来 这些爹是这样 完全是一直在一起的 着急的